哇 这是巴仙中的铁管理 铁管理可厉害了 我听说他用一个葫芦就打败了通天教主 真有意思 我们穿越到年华里去看看吧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的小伙伴 铁管理 这些螃蟹发生什么事了 它们好像是中了法术 这个怎么办呢 别担心 我的葫芦能变出仙药 可以秀他们 太好了 那我们赶紧救救螃蟹吧 请你把蟹药从葫芦里倒出来吧 做得不错 你真厉害 耶 螃蟹们的伤都好了 你真棒 小螃蟹 小螃蟹 你的小伙伴为什么中了法术呢 一个叫通天教主的道士 他在水灵宫修炼法术 害得大家都受伤了 哦 原来是他干的 那我们赶快去水灵宫阻止通天教主吧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去到海底呢 只要喊三声变大的咒语 我的葫芦就能变大 我们可以乘坐它去海底 哇哦 太好了 我们一起念咒语 把葫芦变大吧 跟我一起喊 到 到 到 大 大 大 哇 阿咪阿咪哄 小娃娃 我失了一道水灵户这里 海水就淹不到你了 啊 铁锅里 谢谢你 走 我们去水灵宫吧 咦 那个是不是通天教主啊 吵吵嚷嚷什么 我们教主在修炼 我们正是为这事而来的 请你们帮忙通传一声 我们想见他 想见我们教主 得先够我棒壳军师这一关 骂拉骂拉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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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娃娃 我们快用葫芦 吸一条汽吸泡泡 哇 葫芦还能吸走泡泡 那我们快开始吧 请你移动葫芦 吸走泡泡吧 对 就是这样 我们成功了 你真棒 你们竟敢欺负我师弟 让你们看看我章鱼将军的厉害 章鱼将军的触手真麻烦 这里还不好对付他呢 小娃娃 快跟我一起念咒语 把他引到我的葫芦仙府里去 好啊 好啊 我们一起念咒语 使服务仙府对付咒语将军吧 跟我一起喊 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 人呢 你们给我出来 神通广大 神 神通广大 哇 葫芦里面竟然这么大呀 江鱼将军上当了 水潭 变 水潭好像困不住他 捆心绳 变 我们快用捆心绳 捆住章鱼吧 对 就是这样 干得不错哟 马上就成功了 加油 打败章鱼将军了 我们赶紧去找童年教主吧 教主快跑啊 他们太厉害了 童年教主 请你不要在这里修炼法术了 这可是我的地盘 铁拐鲼 你少管闲事 你的法术伤到大家了 这事我管定了 那就先吃我一锤 哎呀 哎呀 童年教主要发动攻击了 我们快想办法打败它 快点一点我头上的电动鼓 它会帮助我们的 对 就是这个 这是铁拐里的拐杖 跟我一起喊 临危不惧 临危不惧 跟我一起喊 大义凛然 大义凛然 跟我一起喊 气罐藏红 气罐藏红 跟我一起喊 正义必胜 正义必胜 哎呀呀 铁拐里赢了 算你厉害 我走就是了 两个小娃娃 谢谢你们 替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别客气 童年教主总算离开了 现在大家都安全了 真是太好了 自从通天教主离开后 海里的居民 又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今天我们终于见识到 铁拐里的葫芦有多厉害了 要什么 它就能变出什么 想多大 它就有多大 这个法宝 真是太神奇了